练习了 就是请自行再产生一个64位的懒人包 所以第一个可能下载Eclipse的64位 那第二个就下载Python的64位 那Eclipse里面就是记得是In-Store New Soulware 那路径这一串 如果你怕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拿这边复制贴过去就好了 因为我担心有些同学可能要打 那字太小了 看不太清楚 而且其实只要插一个字 那你可能就找不到了 那它会跑得稍微久一点点的 反正你就是In-Store Anyway 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它装完 然后问你说要不要重新启动 也可以不是 重新启动之后那个就挂上去了 然后你再去装下载Python的64位 不过下载的时候 安装的时候它会问你说 你要In-Store Now 还是要Customize Install 记得要选Customize 就是你要手动给它入境 那入境的位置记得选择 这个要打勾Pace把它加一下 那记得就是把它设定到那个低碟底下 所以Customize你跟他讲说 放在低碟底下 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371-32 那如果你64就371-64 那以后的话选的方法都一模一样 其他都后面部分都差不多 所以给各位第一个练习 请自行建立一个64位元的一个懒人包吧 OK 又有个新的东西 而且目前现在也没有 因为这最近才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 第二个部分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有关基本语法的相关的与结构控制 就这个单元 好 那我想这个单元 其实跟各位以前有学过Java 或者是C++的话 这边应该也蛮多地方是相似的 但是哪里不同 其实语法程式之间我觉得 不在于学得多 在于你要了解它的意统 如果你了解它的差异点 你大概就学会了 很多东西都一样 而且有个趋势 好像会越来越简化 不会越来越复杂 因为说真的 你要一个人 每天要记那么多东西 其实也不人性化 不人道 很多东西其实越来越简单 所以像基本语法部分 我发现 慢慢走的就是不用宣告 那个变数 不用宣告 以前Java的话 你可能要先宣告 一个变数名称 这个变数名称的话 你要给它 它的资料形态 有没有 它是INT 或者是它是floater 它是double 或者它是一个stream 那你将来就只能放 那个类型的资料进去 你如果放那个之外的东西 很抱歉 那个type L就出来了 OK 那所以怎么办 这样好像不 因为大数据分析里面有个概念 定义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来源的资料形态不定 那不定的话我怎么放 我突然网路上抓一个东西 我要塞 奇怪 我该塞在哪里 塞不下 OK 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所以 那Python也是 从善如流 它知道说有这种问题 所以怎么样 第一个 你不用宣告 那可是问题你不宣告 那我怎么定义它的形态 很简单 在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那一行 你丢什么给它 它就是什么 它会自动变 这样不错 所以Python跟Java最大不一样 第一个 不用 预先宣告 第二个的话 不用给它 资料形态 什么时候 它会自己 你就丢给它 它就自动变什么 OK 大概会有这种概念 所以待会的话 大概说明一下 什么叫变数 我想这个也不用特别解释 反正 简单讲起来 就是我要塞一个东西 放哪里 在放memory面 至于放memory面的话 当然像这种高阶语言 我们也不用知道 说要放哪里 反正你给我一个地方放就好了 以前的话 如果你的memory 你的记忆体不够大的时候 你要斤斤计较 但是现在memory都太大了 你随便放都放不下 现在随便 电脑都是8G 16G起跳的 你永远放不满 所以你随便放没关系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反正我就开一个很大的空间 你怎么放 我自动再调整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个大概会有这个概念 然后呢 怎么去定义 比如说你塞一字要给他 我刚刚讲过了 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说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在Python里面的注解符号 就是警字号 OK 那像那个 其他语言可能注解的符号不一样 所以各位注意要怎么 不过这个警字号 一般我也没有特别去背他 因为如果你要注解的话 我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技巧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把某一段程式注解掉的话 比如说我希望把这四行注解掉的话 那以前是需要怎么做 如果在前面加一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警字号 有没有 他就变灰色了 那这一行也要注解的话呢 那你就是又变灰色 但是如果你有四行的话 你变成要做四次 那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教会非常快的方法 这个方法也是只有以可乐物的才能用 一 把它选起来 二 Ctrl加斜线 就完成了 Ctrl斜线 所以你有一百行一次全部注解 OK 如果说你要全部取消注解 一样全取Ctrl斜线 又取消注解 有没有 而且这个功能 目前我试的在Eclipse OK 其他环境就不OK 所以其他环境怎么办 你就只好乖乖的自己再加钱的符号吧 OK 所以大概说一下警字号 那这个特别的功能 也只有在特别的环境下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用Eclipse 因为你换一个环境之后发现 哇 本来很方便的突然不方便 本来有提示的突然不提示了 OK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更好的开发环境 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哪里好 也不要说你只是觉得 你说不出为什么 那当然这个就不OK了 那变数的规则里面还有几点 你变数里面不能用数字 比如说你不能说我今天ABC 我用123 抱歉不行 因为123本身就是数字 数字不能 你丢给他 他不合理 对不对 所以但是 里面可不可以是数字 可以 比如A1 A1 A2 A3 A4 这样OK 也就是开头部分不能用数字 后面是数字 没有关系 另外的话 还有如果你要用符号的话 比如说你用加减乘 加减乘除这些 特别是不要用 还有符号 我是建议都不要用 除了一个符号 叫做底线 underline underline OK 所以以前的话 我开发程式 所有符号里面都不会用 只会用underline underline就最好用 因为它最安全 不会有问题 不会有充满的问题 然后也不能用保留字 像里面的for if if air 这类似像这种 已经用到的这些保留字 当然你就不能用 除此之外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还有什么底下 其他的话 像加减乘除 这个没有问题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 就是乘乘 乘乘就乘两次的意思 所以其实就是平方 就是三乘 三个平方的意思 所以后面我们会用到 它蛮多的 而且这个层层的话 它不只是可以用数字 它还可以用字串 也就是说字串 还可以让它去增加一个字串 这还蛮特殊的用法 其他语言也没有 只有python有 层层可以用字串 比如说后面我们有练习 就是让你要产生一些 比如三角形符号 你要产生几个 你可以让它变出几个来 OK 另外还有一些符号 像这个person 这个person 在这边的话是求余数 求余数 其他语言也许叫mode 像excel里面有mode函数 mode就是求余数 除完之后剩下多少 然后底下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是做一些行别练习 请各位练习总共会有stream 刚刚有用过 然后int就整数 float就浮点 最后一个比较特别 叫list 这个list特别注意 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对list不熟 很抱歉 以后你要做网路 这个做网路爬虫的话 会有蛮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变数只能放一个值 如果你有多个值 或者你来源这种资料库 database一堆 它可能是几万笔资料 怎么办 你怎么接它 这个时候答案就是list 所以list 非常的重要 而且要非常的熟悉 如果你不熟的话 很抱歉 你以后很多程式会bug 而且会写不出来 再来的话 你可以用type type 括弧把那个变数放进去 它会告诉你 里面是放哪一种资料形态 所以待会请各位练习 再来就是new一个新的module module名称的话 我这边是用中文 其实中文也ok 比如说叫什么呢 转换行别 然后请各位练习怎么样 把这边建立一个x1 x1它里面就放 你放其他ok 因为 太多地方都会出现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是放int 第三个放一个浮点 float 有小数点 第四个的话 你可以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list 记得 那个list的特点就是说 它这边一定是中瓜湖开头 中瓜湖结束 它就是一个list 而且网路上还蛮多这种list ok 而且直接下来直接放python 很方便 那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你可以1234 比如说以前如果是java的array的话 这一定要一样的 但是这边你会发现我可以怎么样 那这个地方可以直接怎么样 放一个字串在里面 或者你里面也可以放的什么 4.0 ok 4.0是变float 它是接受的 它可以放不一样的东西 我的感觉 它有点跟那个像我们常用eSale eSale eSale有类似的概念 eSale就是 反正我现在放什么资料到出唇歌里面 它就帮我从就是定义成那个形态 感觉还蛮像的 所以呢 有一点是 那个python慢慢跟什么 跟一般的应用程式慢慢靠拢 越来越简便 让一般办公室人员也可以学这东西 也可以以后的话自动化就可以用这个来做 比如说老板要什么报表 他可以写一写 报表老板就可以看到 而且马上图也做出来 老板要改一些数据 没关系改一改 马上又报表出现了 马上又图表要出现了 这样的话来做资料 简直就太方便了 而且其实你也没干嘛 你就是修改一下程式就搞定了 所以其实高端的那个 这个设计师很厉害 每天其实都闲成没事做 为什么 因为很快就事情做完了 而且写程式是一种愉快的体验 像我以前待过的单位 其实真的还蛮愉快 每天根本没什么事做 为什么因为早就已经做好了 报表给老板 老板还觉得你做太快了 我还把他再拿回来 三天之后再给他 还不是一样的东西 但他还说你怎么这么快做完了 我知道 不然我以后一个礼拜好了 那我这礼拜要干嘛 真的是不知道干嘛 每天就是练功 而且还 这个薪水也照顶 感觉是 所以我那时候写了很多部落格 为什么 因为没事就不知道干嘛 我每天就是练功 练完功我就写成部落格 要不然我就拍影片好了 对不对 拍影片 而且还可以赚一些知名度 还是赚一些广告费 OK 那这样的话 确保我以后退休生活 所以我现在很多工作 是每天 有时间的话 那我就写一点部落格 对不对 然后呢拍一些教学影片 然后上传YouTube 赚一些广告费 赚一些知名度 对然后就会有厂商 像前几天 有这个单位找我去记者招待会 也会给我一些酬劳 对 那我来这边上课 也会给我酬劳 其实也不错 那 这样常人来看 其实说真的 做事情又愉快 然后呢 又可以赚到酬劳 什么事情这么好 而且 所以我觉得 现在每个单位都很佛心 对我都太好了 也不会给我压力 这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吗 是我现在的写照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感觉 所以我每到一个单位 我是觉得都很愉快 因为我根本也没干嘛 然后呢 就有收入 这种感觉 算了 我们回到重点 其实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事情 我只是我把我的喜欢 分享给各位 就是这样的 这课程 所以上起来蛮愉快的 我不知道 各位能不能体会得到 那底下的话 就把它执行一下 所以分别把X12345 那这个地方是球鱼数 顺便加进来 把它执行 执行完之后看到结果就这样子 但特别注意 底下的话呢 你可能要稍微再串接一下 刚刚做的动作 把X123 那最可能会有问题的部分是这里 就是X4的部分 里面呢 你如果要抓哪一个 你会发现 抓只能是 你不能全 这个地方 你不能给它这样子串接 因为它是一个串列 你不能直接跟它一个自串串 所以你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X4它会出现 这一行出错 为什么 因为它说 你要Type A 如果你要串接的话 Nuts NutsList 那NutsList 可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个List 里面其中的一个值抓出来 关键来 这个是负语值 如果你要抓其中的的话 一样 后面请你加一个中瓜 如果你要抓第一个的话 就是0 index 从0开始 如果你要抓第二个就1 那我们要抓第三个就输个2 这样就OK 那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然后把它print出来 OK 3就出来了 但是如果说你要抓好几个 你就什么 一个一个再把它串到后面 它的List 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抓第一个的话 会出错 又错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是int 所以如果说你像假设你是抓第一个的话 记得你必须怎么样 把这边前面放一个string 把它转型之后 再输出才不会失败 OK 大概是这样子 有没有1就出来了 大概是应该可以理解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着练习一下 主要常用的四种资料形态 第一种的话就是自创 第二种是整数 第三种是浮点 float 第四种的话是这个List